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今天要来介绍金融科技导论课程专案 语音辨识之后的音转词 现在的ASR通常都是2pass 先经过语音转成字 字再转成有上下文意义的词向量去做下游的任务 那这个专案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把这两个步骤合成一个步骤 也就是说音档经过升学模型后产生拥有所有phone几率的frame 那这个升学模型为Keldi的champ model 在进入模型之后可以直接生成上下文相关的词向量 这里以BERT的词向量为目标 相关的金融应用可以用在智能客服机器人 使机器人可以理解使用者提出的问题 再来是方法说明 可以使用Transformer这种sequent to sequent的模型 也可以单纯使用Transformer的encoder来达到目标 若使用encoder加几功能的架构可能会遇到exposure bias的问题 那这是由于Transformer在训练时是teacher forcing的模式 在inference时是autoregressive的模式 那解决办法可以上网搜寻schedule sampling相关的论文来看 此外这个模型需要大量的运算资源来训练 整个模型架构如下 input为事先处理好的frame进入模型后产生相对应的wall embedding 那目标希望会跟target的wall embedding越向越好 那使用的资料集为处理好的manbn 会有phone post和相对应的wall embedding 那phone post的档名为in档的ID embedding的档名为in档的ID 以及frame在phone post里的开始和结束位置 也就是说这个embedding是这个phone post下 以0为70点第111个到728个frame相对应的wall embedding 那在这边要注意的是phone的数量总共有233个 那embedding的维度则是和bird一样为768围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记性询问 谢谢大家